我想我们为自己追求的东西 去做一些别人不会做的事情 总是值得的 2008年夏天高中毕业后的我 自己做了27个小时硬做 去上海借了足球精灵小楼 那是我第一次出辽宁省 2011年 在经过两年的自学后 我从专科考到了梦寐以求的外国医大学 这次我再一次做出了勇敢的尝试 从2022年5月的义无所知 到一年后的5月19号 拿到了加拿大的学生签证 这一年我34岁 从来没出过国 就像2016年第四座飞机一样 我又去问朋友 买国际机票要注意什么 去机场什么流程 机票买的是8月16号的 我提前一周 在8号从老家回到了杭州住的地方 可能是这次在老家待久了 当重新一个人回来以后 突然感觉很孤独 这一周过得也很快 我把东西都收拾好 想见的朋友都见了一次 15号 我提前一天去了上海浦东 又来到了熟悉的广兰路地铁山 当天就在附近找了酒店 见了上海最后两个朋友 第二天一早 坐出租车 最后看了一次普通的风景 第一次进机场 走了国际港澳台入口 大厅里人们都带着很多行李 机场里海关入口有人在哭 窗外飞机也变成大飞机 飞机上乘客中华人也变成了少数群体 空气也从青年美女变成了中女 起飞后我一直盯着屏幕 飞离了上海 飞过了北京 飞过了黄土高原 飞出了新疆 飞出了中国 吃了一餐又一餐 窗户上也结束了冰霜 飞到了欧洲 接近14个小时 终于看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大陆 我到达了中转机场 逛了机场里的商店 半夜里实在太累了 最后还是住了230欧的脚羊酒店 在这段旅程里认识了几个新朋友 给旅途的心理增加了许多安全感 而从上飞机后 手机信号开始变入 到后来时差越来越大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 我离微信里的亲人和朋友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休息几个小时后是第二段 阿姆斯特丹到加拿大多伦多